上了点年纪的外国大叔 就是中国踢操迷口中的大神阿拉尔 只要在赛场上 他总是一副严肃脸 捣鼓着他的一台相机和一台摄像机 拍拍拍 没个停 有的时候大叔喜欢坐在人堆里 有的时候干脆一个人霸占一片区域 您发现没 每个镜头里 他都穿着一件中国国家队的白色T恤 这件衣服是国家队教练送给他的 他宝贝的不行了 冠军赛一共五个比赛日 他至少五天没换衣服 今年55岁的大叔早在40年前 就开始关注体操了 而且喜欢记录体操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很早就开始拍摄体操视频了 那个时候 普通人还没有录像的工具 也没有可以拍摄视频的手机 运动员们训练的内容 没有人记录下来 等到他们老了 或者有孩子了 想看也没有 所以我开始记录体操 冠军赛上不管是热身训练还是比赛 大叔都用心地拍下来 上传到网上分享给大家 体操迷们又感激又佩服 所以才送了他大神这个称号 大神 大神 是的 你觉得他神在哪儿啊 他每年大概从爱沙尼亚到中国的话 大概应该至少是三次 然后几乎每一场比赛都可以在看台上看到他拿着一个DV 然后给每个选手去拍一些视频 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有电视转播的那些比赛都是依靠他的视频来认识许多年轻的选手 时间长了 中国队的教练 队员 工作人员也都认识大叔 所以在冠军赛上 大叔靠刷脸就可以拿到出场秩序单和比赛结果 就是他是一个体操者 是不是咱们就是体操中心很多人也都认识他了 是 几乎所有的比赛他都会来的 是吧 不远万里 就毕竟来 世界上的体操强国很多 大叔最欣赏的是中国队 1981年莫斯科世锦赛 他第一次在现场看了中国队的比赛 从那时起 他就喜欢上了中国体操 女子体操应该更多展示美而不是力量 男子体操才是力量的呈现 在苏联时期女子体操还是很美的 如今的体操界 中国的体操还没有放弃美感 我们还能在中国运动员身上看到体操之美 比完赛天能黑了 大叔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上半场 等公交车有时候等不到 他干脆就打车回酒店 中国国内的三大赛他一般都不辣 市井赛也几乎从不错过 有人以为大叔很有钱 其实不是 他在爱沙尼亚国内是一位防治环境和污染的专家 他没有结过婚 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假期和收入大部分都投入到体操上了 我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去看体操比赛 我的主要爱好就是体操 工作只是赚钱的手段 大叔说以后只要有时间 他还会继续做中国体操迷心中的大神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体操 眼前他最希望看到的 就是中国国内的体操人口能越来越多 如果你去看欧洲的体操比赛 赛场永远都坐满了观众 去国外比赛的选手都知道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到现场支持体操 感谢观看